如果我们要求不高 一片叶子下安置一生的日子 花粉左餐 露水茶饮 左邻一只叫花姑娘的甲壳虫 又邻两只忙碌的黄色蚂蚁 这样的秋天 各种粮食的香味弥漫在空气里 粥一样浓稠的西北风 喝一口 便饱了肚子 But when you open up your eyes You can see this light 怎么能在特别无聊的 特别无聊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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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魔鬼城 你怎么能这样说它 它是世界性的 就是这样 太荒芜了 大家好 今天是9月28号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 克拉玛伊 马拉格比 隔壁 我们来唱一首歌给你们听 预备 唱 我爱你中国 亲爱的母亲 大奶糕 新疆大奶糕 牛你在吃吗 新疆大奶奶 新疆大奶奶 你怎么开网枪啊 蛤 你不要开车啊 你 现在不是我在开车 我是一名PASSAGE而已 那个上次 上次看我们 左看右看 上看下看 眼前这个是谁啊 哇 是 不是汪峰吧 哦 有点像路易 谢天飞 原来是贝克害牛啊 我们前面有一辆警车在带路 所以呢 我们所有的车队都要排队 本来好好的 在第二名嘛 对不对 现在变成第四了 又没结束 这些 奖牌都没有了 奖牌都没有了 没有奖牌 国家是不会记住你的 冲啊 保三真一好不好 保三真一 我们现在在 卡纳斯这个入口的这里 但是车子已经不能开进去了 只能停在这个停车场 然后我们要走进去做他们的 区间车 进去白哈巴的那个村子里面 现在已经下雪了 我们现在过去买那个区间车的车票 然后在这边要办一个边防证 因为去白哈巴 靠近哈萨克斯坦了嘛 那边要办一个边防证才能进去 我们现在在中国最西北的一个村子里面 叫做白哈巴村 看看这个定位 能看到吗 就是鸡屁股的这个地方 旁边就是哈萨克斯坦 来这里呢 需要先开车 从乌鲁木齐过来 然后开到那个贾登玉 然后再坐40分钟区间车吧 到卡纳斯 然后卡纳斯再坐一个小时的大巴 到这个白哈巴村 然后再坐公交车到村子里面 我们一路上就是要经过很多很多的检查 边防检查啦 然后还有疫情啦 身份证各种各种的检查 每走一段路就要做一个检查 我们要在这里待两天的时间 因为行李比较大很不方便嘛 所以我们就是带了一些随身物品过来 条件也是比较艰苦嘛 而且这边网络很不好 我本来像今天上传Vlog的也没有办法上传 大家晚上只能聊聊天看看星星什么的 我前几个月新疆因为疫情的关系嘛 可能人也比较少 马路上面也没什么游客 但是人少了吧 我觉得反而会让就是人和人之间更加亲近一些 这是在城市里面没有办法去感受到的 其实卡纳斯我十年前就想来了 就是十年前还是学生的时候看到照片上面 卡纳斯特别特别美 我那个时候就很想来了 但是说来也是很惭愧 因为就是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不能出国嘛 所以才想到要来这个地方 静下心来去感受慢下来的生活 和朋友之间的彼此的一些关系啊什么的 我觉得特别好 昨天晚上下大雪了 我们住的地方非常的简陋 还有虫子我昨天杀死了一只蜘蛛 要爬上我的床的蜘蛛 下雪了 下雪了 一夜入冬哦 巨大的雪 好美啊 两种不同的美 昨天跟今天 昨天是秋天的黄黄绿绿的 今天跟童话世界一样 是的是的 而且还是小木屋 是 真的是个幼儿园 家长等候去 看他们的幼儿园 只有一个滑滑梯 会贵的羊肉汤 没有羊肉只有汤 赶紧柜子插 好没关系的 我们就喜欢这样的 比想象厉害 比较湿到终点好吗 比较湿到终点好吗 预备 在这个村子里面等 等那个 嗯 道路通了之后才可以出去 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有公交车进 到喀纳斯住的地方了 今天灌鱼台好像上不去 上不去我们就 太遗憾了 这是他们的公交车站 那上就行吗 后面带来的车 灌鱼台好像是 上不去了已经 现在去喀纳斯湖看看 看看 后面还有马呢 我们现在坐在 喀纳斯湖旁边晒太阳 因为两个人在 配 配 飞航拍 关于台式 今天肯定是上不去了 我们只能 来这个 这个湖边 看一看 对 对 对 看它是机场啊 我们现在在一个叫和睦的村子里面 和睦有一个很美的名字叫做神的自留地 也是 图瓦人最后的三个村落之一 也是最大的一个 其实来之前我做了一下攻略说 这里已经比较商业化了 但是来之后呢 我觉得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商业化 大家家家户户还是做着自己的事情 然后马路上啊 包括山下面也都是安安静静的 像现在就是只有牛叫跟鸟叫的声音 这里的日出成物和日落也是超美的 大家有机会一定要来看一看 房间里面摆了很多李娟的书 给你们多几个片段吧 世界就在手边躺倒就是睡眠 嘴里吃的是食物 身上裹的是衣服 在这里我不知道还能有什么遗憾 是的我没有爱情 但我真的没有吗 那么当我看到那人向我走来时 心里瞬间涌荡起来的又是什么呢 我前去迎接他走着走着就跑了起来 怎么能说我没有爱情呢 每当我在深绿浩荡的草场上走着走着就跑了起来 又突然的转身总是会看到 世界几乎也在那一刹那同时转过身去 早上牛哥来拉水听到没 没有 我以为是你起来拉水 没有牛哥还跟来 因为我看到那边有屎 我说你什么时候起来拉水我不知道 然后他还跟南南说 算了吧他们俩肯定不会起来的 我在里面屎都拉完 他们俩东西都没有 我当时半夜一点多钟的时候听到那个 爬行动物在这里 然后我以为听到了 原始了好吗这里 我早上是听到了 但是我又来得了 他以为我们都不知道 我是真的没听到 我只是起来的时候看到 看到那个东西 就跟上面有屎 我以为是你了 他现在肯定在去看日出的路上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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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